提起快递你能想到谁呢 我猜你们会说顺丰京东还有四通一达等快递公司 在当今的社会网购成为了人们首选的购物方式 而物流作为电商行业无法忽略了一部分 各个快递公司都绞尽脑汁的提速 但作为唯一国家队的快递企业 却以归宿著称 被无数国人嫌弃 与那标志性绿色车厢联系在一起的 似乎只有慢于其他公司的速度 没错 它就是中国邮政 堪称国内最佛系快递 中国邮政是不是要凉了 为什么在激烈竞争的快递行业中 屡遭诟病的中国邮政却能屹立不倒 从亏损179亿到进账6000亿 中国邮政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坚锋盘石 一个研究普通人少事归多成事的商业知识博主 本期话题 中国邮政原来如此强大 要说中国邮政为何如此佛系 那就要聊聊它的发展史了 在早期 中国邮政最初创建史并非叫中国邮政 而是叫邮电局 那时邮政和电信还是一家 除了寄信件和发包裹外 还负责安装电话这个业务 因此邮电局的业务非常广泛 电话通讯等业务归他管 邮件邮票归他管 汇款汇票也归他管 邮电局在当时可谓是人人争宠的状态 但那时邮政资费都是由国家统一定价的 因此导致邮政业务一直赚不了什么钱 反观电信业务出于爆发式增长 毕竟有些事情可以通过电话就可以解决了 因此邮政业务开始日渐亏损 而为了让邮政持续发展 当时电信赚的钱大部分都用来填补邮政的窟窿 可填窟窿并不是长期的办法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邮政业务亏损的金额越来越大 到了1997年 亏损金额高达179亿元 为了让邮政业务不再亏损 国家对邮电局进行改革 将邮电局拆分 邮政业务和电信业务各自发展 同年中国邮政局成立 脱离电信业务的供养 邮政局亏损就由国家来承担了 最开始 国家对中国邮政实施8531计划 由财政部分四年给改制后的邮政进行补贴 第一年补贴80亿 第二年50亿 第三年30亿 最后一年10亿 但国家显然低估了中国邮政的亏损能力 刚成立的第一年便亏损了142亿元 为了不让邮政局继续亏损 中国邮政开始制定一系列计划 首先协调各业务的发展 与银行证券保险进行合作 共同赚钱 其次对快递业务进行不同的收费标准 如果想便宜那就选慢的 如果想快那就选贵的 除了常规业务外 中国邮政还开拓了多个副业 比如冲化费 买机票 订报刊 有的邮局甚至开展卖化肥 农药的业务 甚至连婚礼业务也能承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2001年 中国邮政靠中国储蓄银行 摆脱了亏损状态 盈利6085万元 总算实现了翻身浓奴把歌唱 之后就算国家不再给中国邮政补贴 中国邮政还能处于盈利状态 就这样 在初期的邮电分离 持续亏损的情况下 中国邮政并未气馁 而是发愤图想 敢于创新 明确自身定位 向金融与民生领域寻求突破 最终成功自给自足 继续为人民提供邮政服务 所以说 中国邮政会凉吗 当然不会 原因就在周总理的题词里 传游万里 国脉所系 为什么在激烈竞争的快递行业中 屡遭诟病的中国邮政 却能屹立不倒 随着电商行业的兴起 物流开始火热了起来 京东物流和顺丰快递 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将货物送到人们的手中 而被广为诟病的邮政快递 却很难从他身上 看见关于速度的描写 这导致了很多人在网购时 都特别备注不发邮政 因为中国邮政的普通包裹 发货速度确实有点慢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星期以上 这是很多享受惯了京东 以及顺丰的消费者 所不能接受的 因为在当下 物流的速度越快 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邮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开始摘掉慢帽子 2018年中国邮政启动了 长三角区域户籍邮件提速大会战 到了2019年3月 区域内快递包裹 次日地率达85.5% 当然 中国邮政也并非所有快递都很慢 在其旗下的另一家公司 邮政速递 EMS的速度就非常快 虽然价格会高一点 但服务甚至比那些物流公司 要好得多 让人提气的是 虽然京东和顺丰 依靠着自己的速度 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但要说谁能够将货物 送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 那只能是中国邮政 直到目前为止 中国邮政在全国覆盖面积达到了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 只要你填写了正确的地址 无论有多么遥远 邮政快递小哥 都会将包裹送到你的手上 最北方的墨河也好 最南方的三沙也罢 哪怕是在5000米的海拔上 只要中国有人的地方 就有中国邮政 那些你叫得上名字 或者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地方 中国邮政都能送达 内蒙古 新疆 西藏 赶旅车 划小船 过雪山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 你始终能看见邮政快递小哥的身影 可以说 正是邮政 为那些天各一方的人们 搭起了交流的桥梁 这么些年以来 一个个曾名声在外的快递公司 如安能 全峰 如风打等 接连倒下 但有一家快递公司 永远屹立不倒 因为它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同呼吸 共命运 它就是中国邮政 从亏损179亿 到进账6000亿 中国邮政是如何做到的 2017年年中 电商大佬东格面对采访时 曾底气十足的表示 未来国内物流行业 可能只有两家快递公司能活下来 一家是京东 另一家是顺丰 当时一众快递公司不服不愤 但如日中天的通达系 却罕见的沉默一对 只有中国邮政站出来直接硬钢 邮政可以送达地图上标注的任何地方 敢问京东能去吗 很显然 中国邮政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 据悉中国邮政在全国建制村直接通邮率达百分之百 营业网点5.4万处 乡镇邮政局所覆盖率 补白网点正常运营率 均保持百分之百 换句话说 即使在中国最偏远的山区小镇 邮政也能不计成本的给你送过去 那些为赚钱而生的公司 怎么能和他相比 时至今日 中国邮政早已退去了当初的青涩 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公司大企业 据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 中国邮政以893.46亿美元的收入 位列第90位 这个数字是顺风的5.5倍 其他快递公司更是望尘莫及 即使放到全球来看 中国邮政的营收也仅次于日本邮政 远超美国德国邮政等知名企业 除此之外 中国邮政发挥其自身独特优势 和电商巨头合作共赢 在2020年 邮政先后与拼多多菜鸟果果达成协议 分别发挥农产品引进扶贫助农等优势 建立更为便利的物流网络 到了2021年 中国邮政已经和中石油 中建 中国人寿 以及广汽东风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公司 签署了战略合作或框架协议 以前无论是顺风还是三通一打 收到快捐后 容易的地方就自己派送 天远地区和亏损的地方就交给中国邮政派送 即便是现在 很多地方也是民营快递无法送达的 他们也不愿派送 都是依靠中国邮政来斗底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的邮政还配备了高科技制动化的设备 自动化分解 无人机送货 机器人装卸等方式 大大提升了配送效率 此外 在危难时刻 中国邮政更是承担起了国家使命 国企担当 从酒吧抗洪到03非典 从08抗震到当前抗议 中国邮政从未缺席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人民邮政 为人民 踏足祖国每一寸山河的绿色邮政 代表着通信自由 一种960万平方公里的平等权利 从前 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后来 世间喧嚣 坚守初心 未来 风雨兼程 同心同行 这就是 中国邮政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认可 请帮我点个赞 让我看到 如果不同意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意见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你有没有用过中国邮政 如果用过 有什么感受呢 我是尖锋磐石 一个研究普通人 少识会多成事的商业知识博主